快看 草下面是条什么 我的天 我又换到新玩具了 迷你特工队 这是特工战士三米吗 还有一个小动物 它有名字吗 真讲究 包装盒都给我放这里了 我去 三米的胳膊居然可以活动 再试试腿 腿也是可以活动的 先给大家表演一个一字马吧 脑袋也可以转 只是转的幅度不大 再试试这个关节 这个关节不能活动 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吧 再看一看这个小动物 这么像愤怒的小鸟呢 它的脑袋好像可以打开 看看脑袋里装着什么 哎呀 空的呀 不过它的身体 我感觉可以放进来 试一试 能不能把脑袋在盒上 哈哈 好玩 身体背后给隐藏了 把它跟三米放在一起 一开始我就发现了 这里还少了一个玩具 缺少的应该是三米的武器 光之枪 我去 你们看这是什么 我的天 越开越像是辣条 点一个树枝 我要看看 它到底是什么 你们看 我的手都在发抖 真是不中气 哎呀 这不是辣条 虚惊异常 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会是光之枪吧 我去 它真的是光之枪 但是为什么要绑一根绳呀 把绳子解下来 难道光之枪已经坏了 谁要绳子绑着 就是这根破绳 吓得我一头汗 这把光之枪 应该是没有坏呀 但是暗动扳机 咱们没有反用 这面有什么东西扎手 哦 我知道了 应该先把它发出来 现在再来暗动扳机试一试 我塞 想了 看前面的这个小洞 还会亮呢 怪不得叫光之枪 它还可以单发 按一下就是单发 当然也可以连发 按着扳机不动 就是连发了 这把光之枪 应该是塞米的武器 但是这个塞米太小了 干嘛就拿不了这么大的武器 所以塞米你靠强制战好 这把武器 虽然你玩不了 但是我可以替你玩呀 别的不说 就这音效松阴 我能玩一天 还是放会儿包装盒里比较好看 有没有喜欢这套玩具的 快来跟我换吧